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天去到深圳衛視接受專訪 她說的內容大概都是以拆鞋為主 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要踩低香港的價值來抬高深圳 究竟林鄭說了什麼呢 她提到 說不介意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 即是GDP比深圳超越 實情她介不介意就好閒 只不過大陸政府傾盡全國的力量來發展深圳 都要去到2018年的時候 深圳的GDP才第一次超越香港 但是如果計算人均GDP的話 深圳就拍馬都追不上 為什麼呢 因為深圳的人口實在太多 不單只是說戶籍人口 而是說常住人口 在去年年底已經達到1300萬人以上 所以計算出來的人均GDP 只有29000美元 至於香港去年的數據是多少 就是49000美元 所以相差仍然是甚遠 如果要說深圳超越香港 就應該要以人均GDP作為標準才對 另外林鄭還提到 說香港和深圳之間 未必有直接的競爭 期望港深兩地會有新的合作平台 實情林鄭身為香港的行政長官 怎會說得出這番說話 香港和深圳之間絕對是有很多行業 都存在著直接的競爭 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 他們只是搞小生意 製造業 當時真的沒有跟你競爭什麼 但是後來 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大都市 又搞什麼深圳港 鹽田港 這些是不是跟香港的貨櫃碼頭 存在著一個直接的競爭 香港的 所謂傳統四大產業之一 物流及貿易業 就是跟你競爭 怎會沒有存在著競爭 現在還說要搞金融中心 是不是 總之就剩下一個最低增值的旅遊業 讓你香港慢慢玩 旅遊業其實是穩笨的 對於GDP的貢獻 又不算是很多 但是因為接待大量的低端旅客 所帶來的壞影響 就要全港市民來埋單 這些絕對是不公平現象 反正現在高增值的東西 就被深圳慢慢地罵 低增值的東西就留給香港 林鄭還在說這些 搞不答八說話有屁容嗎 一直以來都有一種說法 就是中共扶植深圳的經濟發展 最終目標就是取代香港 現在似乎這個態勢都越來越明顯 實情深圳經濟特區的選址 本身就有它的特別意義 現在看回頭就會知道 其實深圳就變成了香港 和其他廣東城市 尤其是廣州之間的隔閥 深圳經濟特區在1980年的時候成立 1979年的時候 深圳的總人口 只有31萬4千多人 當時還叫保安院 當時的保安 和香港的新界關係都相當密切 有一班住在保安的農民 白天的時候就會進行跨境作業 來到新界那處 耕田 太陽下山之前就會回家 到了40年之後 今天又如何呢 深圳的常住人口就已經 飆升到 一千三百四十幾萬 比起79年的時候就多了42倍 現在 在深圳的原居民的人口 就連零頭都不夠 當時是31萬 現在是一千三百四十萬 在新增的一千三百幾萬人口當中 絕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即是以前廣州人俗稱的撩佬 這班撩佬絕大部分也不會說廣東話 變成了 在香港和廣州之間 冒起了一個城市 以北方人的常住人口為主 而且就是粗普通話 而且這個城市 就和周邊的廣東城市 完全是格格不入 無論在語言上 還是文化上 在這樣的客觀條件情況下 絕對是不利於廣東文化和粵語的傳播 而且還會使得香港和廣州 以及其他傳統粵語城市之間的 一種疏離 其實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以前 香港和廣州的 關係一向是相對密切的 後來 隨著深圳特區的出現和發展 廣州和香港也漸行漸遠 現在又說要搞個什麼9加2大灣區出來 都知道 其實目標就是想 群星拱照深圳 其他城市全部都是綠葉 為什麼呢 就是源於信任的問題 現在深圳的常住人口 九成九都是北方人 至於其他的廣東城市 比例肯定是沒有那麼高的 因為還有很多本地人在住 而且深圳就不需要特別去推普 因為大部分都是撩佬 推什麼 但是 其他的廣東城市 就算怎樣推普推極都好 廣東話的文化 仍然是未消滅得到 正因為有這個信任的問題 所以什麼9加2大灣區發展 都是美其名 實際上 傻的那個都想得到 深圳才是擔正演出那個 其他的周邊城市 全部都是配合深圳的經濟發展 所以林鄭還說什麼 期望港深兩地有新的合作平台 就算真的有這個新的合作平台 都是由你香港來去配合深圳的發展 而不會是深圳遷就你香港 這個是必然的 大家信不信 至於深圳到最後 能不能夠取代得到香港 我相信每一個人自己心目中都有個答案 但是鄧小平所提出的50年不變 很明顯打算 在三四代人以後就可以搞得到香港之餘 還給了深圳來追上香港的經濟進度 所以大陸想利用深圳取代香港的念頭 就已經是由來已久 林鄭後來又說到 說香港近年出現了一股風氣 就是過分地強調本土文化 而且有一些是排斥大陸和大陸人的 但他就覺得這些都是小部分的人 實情 強調本土文化又怎會是過分 你本身是有本地的文化才可以拿出來強調 如果那些市民都不是以本地文化為榮 是引以為恥的 就沒有人會強調 好東西才會有人拿出來吹捧 為什麼強調本土文化在林鄭的眼中會認為是一種問題呢 還是還是基於對本土文化的擁抱 和歸屬感所引伸出來的本地身份認同 令到林鄭不高興呢 搞到那些人 就個個自稱是香港人了 不認是中國人 不認是大陸人 是不是這個才是真實的原因呢 另外林鄭還說在香港做事就很困難 原因就是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流落了一系列的問題 以及國際大環境被香港帶來的直接影響 實情林鄭又想像當年老董那樣賴殖民地時期埋落了很多地雷 在回歸之後就逐一引爆 只不過我想問 老董的年代說這些借口 都還可以是理解呀 九七無奈是不是 我當是真 免得跟你爭 但是現在已經是主權移交了二十多年了 還有殖民地時代流落的問題 還未解決得到 歷屆特區政府是無能的 說出來也不怕被人笑的 二十多年都拆不了彈 二十多年還有殖民地埋的地雷爆 那你這二十多年來特區政府除了出糧之外做的什麼 還有 還有跟著又賴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什麼 這句是不是暗示香港是被外國勢力影響 是不是總之有錯就一定是別人錯自己就肯定沒有錯 這樣委過於人都沒有用 另外他最後還提到一件事 容許 住在大陸香港的已登記選民去投票是社會訴求 也是社會上邊聽到的聲音 不知道林鄭在哪裏聽到這個社會訴求和聲音 反正很多市民在社會上聽到五大訴求 就叫了接近一年半 到底林鄭聽到沒有 反而這些不知道在哪裏出現的聲音 你就說是社會上邊的訴求 說出來也耳不紅麵不赤 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再說 林鄭下台 或者是期望換一個新的行政長官上台 會為香港帶來什麼新的衝擊或者是轉機 根本上是不會的 而且只會越做越和 一個就差一個 為什麼 就是要換一些大陸信得過的人思想 總之越刷大陸鞋的大陸就越喜歡 所以就算有新的特首都好 他的課息都只會跟林鄭一樣 甚至乎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